教育 教育它不是把一个水桶填满 它是点燃一把火 喜欢实作 喜欢把产品做出来 大家好我是 长庚大学赖超松 我来自于工学院 目前担任工学院院长的职位 教育这个词 其实对我们这种 以工程背景为主的人来讲 其实是有一点点艰深的词 但是因为20年的教学经验 我其实最有感觉或是最有反应的 对教育的感觉就是 Education is not a feeling of pale but the lighting of a fire 这个意思就是说 教育它不是把一个水桶把它填满 教育呢它是点燃一把火 也就是真正一个把教育执行的很好的人 应该是让学生们在学习这件事情上 变得非常的有很强烈的动机 跟想从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 建立不仅是自己所学的 更是能在其中 把自己的能力和特色建立起来 长庚好多人都觉得 这是因为是一个医院相关的大学 所以它相对来讲是比较保守 我其实不否认它的保守 但是我用一个更重要的词来表达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中规中矩的学校 也就是我们所有的在课程的设计 在生活上的辅导 以及在研究上的表现 其实非常的走在这个学术的正轨上 当然我们也不会脱离这个时代的尖端 前瞻的研究 以及这个时代的脉动 所以以长庚的特色来讲 除了它是地处于在林口这个台地 好像有些人会觉得这个学校 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偏僻 但我要这么说 长庚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它呢是在市中心的外围 可它却隶属于这个大台北的生活圈 因为有机场捷运通过 所以我常常跟我外国的朋友说 其实长庚大学对外国人来讲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 它是离世界最近的大学 因为当外国人外国的朋友 他们飞到台湾之后 从桃园机场出来 在捷运上面通到第一所大学 就是长庚大学 那我们学校所拥有的资源 其实我自己是感同身受 也觉得非常的幸运 在21年前我进到长庚大学 这个校园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个学校 按部就班的 在一步一脚印的情况底下 有很多不错的学术上的表现 都归功于这个学校 有很稳健的财务结构 也有很丰富的医疗的资源 所以其实在整个长庚大学 或说医学院工学院管理学院 这三个学院 我们都有共同的感觉 就是这个学校 投入在研究上面的资源 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比起其他的学校来讲 虽然我没有带过其他的学校 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相当的幸运 在这样的研究资源 以及所有的老师和学生 努力的情况底下 在2006年开始 一直到2017年 将近12年的时间 长庚大学是唯一 连续获得顶尖大学 经费资助的学校之一 我想这个是我们学校 在已过的12年 全校师生所一起经营出来的荣誉 但我也相信 这个是一般的人和教育部 给这个学校的肯定 所以我想这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各方面的投入 的成果上面能够看到说 我们是在一个有资源 有条件 也有许多努力的老师 学生共同经营 而得到了一些还不错的结果 对工学院来讲 我们跟其他学校的工学院 我相信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 当然这也是我们 比较不为人所了解的原因 因为我们有很强大的医院的体系 和非常好的医学院 在这个长庚大学的里面 所以一般的人总觉得 长庚是以医学为主体 这个我不否认 但它也是我们最重要的 一个特色经营的部分 也就是说在整个长庚大学工学院 我们总共有五个大学部的科系 包括电机电子 脂工机械跟化财化学材料 所以在这五个系里面 我们许多的老师的研究 就我们统计 我们目前有70%的老师 是跟长庚医院是合并的 那这个在其他学校的工学院 我相信不仅是没有这样的机会 也没有这样的人力和资源 能够这样大量的经营 有关于医学工程相关研究的特色 我相信在21世纪以人为本 和以人为需求的这样的应用导向的 大环境的发展底下 长庚大学的工学院 应该有很不错未来的前景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 医学相关的研究资源 当然毕竟我们是工学院 我们也不会只有投入在医学相关上面的 一些特色的建立 除了医院之外 我们长庚大学无独有偶的 我们还有很好的企业资源 例如说在台硕 我们有南亚相关的一些的体系 有台硕有台硕化 做石油 做一些上游的材料等等的 我们也有很先进的半导体的产业 像南亚科技半导体 是现在目前全世界 第三大的DRAM厂 那对这些来讲 我想都是我们工学院 很重要在资源投入以及特色建立上面来讲 那除了跟我们自己这个企业比较相关的之外 在长庚大学的这个校园的外面 有一个科学院区 就好像是新竹的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 有一个新竹科学院区一样 我们有一个华雅科学院区 里面呢有许多高科技的公司 包括像是许多同学们比较了解的 像Garmin导航的这家公司 就在我们学校的这个华雅科学院区的境内 也包括像广达这个全世界很有名的 Notebook的这个Assembly厂 那也包括许多的这个零组建的工厂 包括AUO就是这个光电半导体的产业 也都在这个园区的里面 所以总而言之 我们整个长庚大学的工学院 除了医学相关领域的特色之外 我们在上游的材料 化工的制程 以及高科技的园区 几乎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 包围在整个长庚的校园 当然我们工学院也在其中 我想有关于教学的部分是 我们目前大量在投入的部分 是经营这个所谓的跨领域的这个部分 所以如果说要提到各个系 有什么样的不同 其实我想我们的不同就是在于 每一个系我们都愿意 让学生能够跨系的来休息一些的学程 例如说现在非常热门的 我前面也有提到的人工智慧 那我们在人工智慧这部分呢 也有相关的学程之外 像物联网 5G通讯 还有奈米科技 以及工业4.0等等的 这一些呢 那事实上我们虽然是由某一些不同的科系来主导 但是我们当然希望是由工学院 甚至是跨学院的学生 他们都能来休息这样的学程 那平均我们一个学程大概是在15个学分 而且我们这些学程主体上是开在暑假 对于一个学生来讲 他不是不愿意 未来如果你们进入了长庚大学 他其实最重要的 当一个学生要跨领域的休息其他科系学分的时候 碰到最大的障碍 不是兴趣 也不是背景 而是呢时间冲塌 为了要避免这样的行情 我们开始规划 长庚大学正式进入 暑期学期的时代 也就是我们利用暑假的时间 有9周 那这9周的时间呢 就专门提供这种所谓跨领域 以及跨场域的学程的设计 那这些学生的设计呢 包括电机电子机械化财资工等等的 我们目前的学生开始呢 都已经进到所谓的跨域 包括跨领域跟跨场域 那什么叫做跨场域呢 跨领域很简单 就是从你的学系 跨到另外一个学系或学院 就算是跨领域了 但是对于跨场域 这个定义呢 我稍微简单的说明一下 跨场域就是 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就是在学校里面 学校就是我们的单一场域 那我们的跨场域就是希望 藉由这样一个属期的学程 能让学生们 可以从学校进到 或是出到校园以外 例如说可能到医院 可能到工厂 甚至到海外 有关于这个部分 我们这个属期的学程呢 是从2018年 2018年 我们正式要上轨 也就是今年的暑假 我们就同时 有五个学程 在这个暑假 同步进行 那未来 当然我们能够希望 在这个学程的提供的内涵上 让同学们多有选择 这个是我们 非常重要的特色之一 我们从创校到现在以来 非常坚持理论与实物的结合 所以所有的学生在大三的暑假 那目前也包括大二的学生 也可以选择在大二的时间 在不同的科系有不同的规定 不过简而言之 简而言之 我们所有的工学院的学生 在大学四年期间 总有一个暑假八周的时间 需要到工厂去实习 因此我们平均每个暑假 有150个实习点 每一个实习点 有二到四位的同学 平均总数算起来 大概有350位的学生 在每一年的暑假 同不同时的都进到工厂里面去实习 包括医院 包括高科技的公司 包括可能是在生产线上 那学生去并不是去那里上班 而是实际的去体验 什么是学用落差 实际的去了解 生产线上可能会碰到的食物问题 当他再回到校园的时候 除了会珍惜校园的资源之外 也了解进一步的 去规划自己未来的人生 所以这个是有关于 学生的暑假实习的这个部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目前跟业界 开始有所谓的核心实验室的设立 有关于这个核心实验室的设立 就是当我们有些研究 和业界的资源 能够搭配起来的时候呢 这些业界呢 就会进到校园里面 来设立核心实验室 例如说 我们现在有几大的核心实验室 第一 穿戴衣 智慧衣的核心实验室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化工制成核心实验室 这些呢 都有一些各大公司 投入呢 进入在学校的里面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可靠度 科学的实验中心 那这个是所有的产品 当它要推出 或是推出之后 都要同时的去一直去监控 这个产品的可靠度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有许多的公司 投入一些的资源 进入到校园的里面 那未来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穿戴式居家照护的核心实验室 对于一些长期病的病人 或是慢性疾病的病人 他们在居家的一些生理资讯的监控 未来呢 也藉由这样的核心实验室 我相信可以有很好的贡献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趣 因为在进到长庚的时候呢 原来我自己是以半导体的技术 为主的学术训练 可是因为进到长庚这个校园 它是以有很强大的 这个医学的资源为 后盾的一个学校 那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跟几个在学校里面的同事 我们也在思考 是不是有机会做一些 对于人类的生活更有帮助的一些的产品为导向的研究 那这个我相信也是我们一个蛮重要的特色 就是有关于创新创意衣材的开发 我举几个例子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这个小学生啊 近视越来越严重 所以呢我们就找了一群的学生 在思考怎么样去改善这个情形 事实上很多的眼科医师都进到学校里面去 帮孩子做视力的筛检 也在这个方面的贡献有很大 但毕竟当他们发现的时候都已经进市了 所以我们就尝试的想要开发一个头戴装置 穿戴式的垫子 来建立这一些学龄的儿童呢 能够有一个好的阅读习 甚至规范他们有一个正确的阅读的姿势 那为了这个 其实既然讲到产品 我们的工学院呢 事实上也希望以开发产品为导向 那既然是产品 我们就要有定位和市场的需求 所以我们这些学生啊 早上呢 学生在上课前 他们就到我们在长庚大学附近的中小学呢 去发问卷 问问爸爸妈妈们 他们对这个的产品的接受度高不高 那如果有这样的产品 他的功能定位的需求在哪里 那借由市场调查 也借着问了眼科的医师 相关的护理同仁 我们也到医院去做一些的问卷 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在训练学生 跟人的互动上面 对人的关心的这个部分 应该也算是我们很重要的特色 那目前我们开发出来了一个头戴的装置 是可以协助这些学龄儿童 当他们的阅读知识不对 阅读的时间不对 阅读的环境 不加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的提醒 那也会定时的出一些的报表 提供给父母亲参考 那这个其实只有一个目的 要改善现在进市的状况 因为在2018年的统计呢 小六的学生有百分之六十的学生 都已经进市 那这样子非常严重的情况 有没有可能在工程领域上面 有一些贡献呢 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其中一个例子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呢 是顾虑到新生儿的父母 有照顾新生儿的压力 因为初为人母 这些的父母亲呢 总是把自己的孩子啊 都是当做一个宝 所以在照顾的事上 非常担心有一些不好的情形 例如说突然发烧啦 咳嗽啦 甚至呢 时有耳闻的婴儿猝死症 那这一些都会造成 新生儿的父母在照顾孩子上 有一些的精神上的压力和负担 所以因为在这些的情形里面呢 我们就开发出来一个 所谓的婴儿照护监控的系统 那这个婴儿照护监控系统 其实也非常简单 我们就把一个穿戴式的电子装置呢 夹在尿布的上面 那在从这个尿布上面 我们所侦测到的一些的讯号 做一些的分析 来帮助这些新生儿的父母 在照顾他们自己儿女的事上 能够减轻他们精神上的负担跟压力 我们在国际交换资源这个部分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谈到这个话题 我突然间会觉得没开眼笑 原因是因为12年前 我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位外国的博士 那当初我就有一个想法 觉得国际化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如果这位外国的博士呢 能够进到我们学校来任教 我相信对我们的国际化的起步 会比一般的学校要更早 所以在12年前我们就严聘了一位外国的师资 从他进来之后 我们就陆陆续续有一些外国的学生 全英文的授课 以及在研究上的国际的合作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目前这个12年来 我们有到现在为止呢 有三位外国籍的教师 在电子和资讯相关的领域 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国际化的脚步 第一个是有外国的老师 那对学生来讲有什么样的机会呢 是我们跟超过30所的国外的大学 有合作的协议 也就是我们的学生 可以到这30所的国外的大学去交换 举个例子来说 我就举前六名的学校 这个前六名的意思是 我们的学生人数来排比的话呢 人数最多的 以目前现阶段来看 是到新加坡的国立大学NUS 那对于NUS 这个是一个世界排名顶尖的学校 我们的学生去那边交换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源 就是学生不需要缴学费 不需要在新加坡缴学费 所以这对于一个有心智 想要尝试的接受 这样国际化挑战的学生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我们工学院学生 有许多的学生呢就到了 新加坡的国立大学 去进行这个所谓的学术的交换 我指的是大学部的学生 那排名第二的呢 人数第二多的是 在美国的Wednesday University 美国的一个州立大学 那这个Wednesday University呢 它地处于迪特律 事实上在那里呢 有很好的汽车工业 特别现在在无人车 未来的自动驾驶上面来讲 这个学校有非常好的研究资源 所以我们有许多的学生 甚至是研究生 也都到这个地方来交换 那人数排名第三呢 是日本的钢山大学 那我们跟日本的钢山大学 因为合作多年 所以呢在学生的交换 互访上面 大概都能够有到 超过十位的学生 不仅我们去 钢山大学的学生呢 也会到来到台湾来 举个例子 去年呢他们来了二十位 那今年呢会来四十位 所以我们这个人数啊 互动的 互访的人数呢 是非常非常快速的在增加的 那排名第四呢 是在新加坡的SUTD这个大学 它是一个新的国立大学 是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那这个学校事实上 也非常有特色 它是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合作的一个学校 它这个学校不仅跟我们有互访 目前呢我们也成立了 所谓的双硕士学位学程 未来也希望我们优秀的大学毕业生 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国际双硕士学位的学程 那这个一个国际双硕士的学位学程 它是属于同时同步同地的一个学位学程 也就是所有的入学学生 不是呢各自单兵作战 自己想办法去争取到双硕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而是我们全部的学生入学之后 不管你是从新加坡入学的 或是从台湾入学的 全部的学生在前面两个学习都在长庚大学来就读 那这个是一个全英文的学程 只花9个月的时间在前面两个学期 后面两个学期是另外9个月 所以听出来了吗 只需要9加9个月 18个月就可以拿到这个双硕士的学位学程 那在新加坡的这两个学期结束之后 我们会有很多很好国际就业的机会 那这个部分我相信对于我们未来 国际就业的移动力 有相当好的这个成果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这个学位双学位学程呢 真的跟其他的一般的双学位学程是不太一样的 例如我知道有一些学校他们也有双学位 但是这个学生呢 他要各自的呢 到另外一个大学去选课啦 然后参加这个所谓的论文的口试 那我们的双学位学程啊 长庚大学跟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的双学位学程 就如同我先前在另外一个主题里面所谈到的 所有的学生都同步上课 在同一个地点上课 那在做论文的时间在同外 在另外一个校园来一同的做论文 所以简单的说 这个双学位的学程 它是有一群人跟你一起同步的进行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有很好的同学同伴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这个双学位学程是有很多的国际同伴跟你一同的在进行当中 那对于整个学费来讲 还有生活的这个经费所需来讲 如果你要到新加坡去拿这个硕士学位 你要花了这个时间和学费 和我们这个学程比较起来 你至少省了一半 包括住宿等等的 但是呢你又可以兼顾到 可以同时拿到一个国际知名学校的一个硕士学位之外呢 我们在一地做论文的这段的时间 在新加坡所有的研究题目 基本上都是跟国际知名企业 他们在研究上面所碰到的一些的瓶颈 所以那些都是实物研究的题目 也就是为什么我说 它会有非常好的就业机会 如果同学们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一同的参与这样的一个国际学位的双硕士的学程 我想既然讲到跨系 基本上呢我想用研究中心来回答这个问题 会有跨系除了教学资源彼此的分享之外 或是学分彼此的承认或是学程等等的 除了这些之外呢 最重要的其实有关于研究的互动 我们目前长庚大学工学院有几个研究中心 包括生医工程研究中心 人工智慧研究中心 可靠度科学研究中心 以及绿色科技研究中心 还有一个高速智能研究中心 那这些这些这么多的研究中心 到底是哪一些组成的分子呢 答案揭晓 他是来自于各个系 各个研究所 希望投入的老师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那老师在第一线投入研究的时候 到底有哪一些人力同时投入进来呢 包括我们的博士生 硕士生以及我们的大转生 我们这些大学生其实非常的可爱 在这个整个投入的过程当中 甚至有时候呢 都跟研究生一样 非常的认真的投入 所以我像我自己的研究生 还或是我的自己的专题生 他们在投入这个有关于 跨系的合作的事上 我觉得是不遗余虑的 例如说我前面有提到 几个穿戴式的研究的成果 我本身其实是以半导体的专长为主 后来投入了医学工程领域的相关的研究 那目前我是担任 台湾化学感测器协会的理事长 对于一个半导体专业 踏入医工领域的研究 目前我在做的是化学的感测 所以其实我本身就是 投入在跨领域的环境里面 接受了许多的帮助 因为来自于各个不同的领域的人 或是资源的投入 我都觉得接受了很多人的帮助 那所以我们的学生进来的时候呢 我也会找一些化学工程的相关的老师 在专题研究的过程当中 来帮助我们这些的学生 例如说 怎么样把antibody 所谓的抗体 修饰在我们这个感测器的表面 这对于一个电子专业的人才培养里面 是不会教导这一个的 但对于化工与材料 我们就有相关专长的同仁 所以我们的学生 当他有需要被帮助的时候呢 我们这些其他的科系的老师也非常可爱 都非常主动积极的 就因为有一个研究中心的平台 跨系所 所以我们很自然的 都能够让学生 接触到各个不同领域的资源 我们非常欢迎有兴趣的同学 能够有之一同的来做我们的同伴 对于什么样的人格特质比较适合 我想就着工学院或是到长庚大学工学院 那因为工程他毕竟呢 是解决实物的问题 所以对于科学跟工程 我想科学呢 他是非常着重理论的基础 那对于工程来讲呢 他是一个应用科学 所以如果你喜欢打造出 属于自己的一个产品的同学来讲 都非常适合 或说你的人格特质 特别喜欢去解决一些的问题 发现一些的问题 我想这都是很好 非常适合工程的这个学生 那对于长庚大学工学院来讲 我们更希望你是理论跟实物 都有兴趣的学生 那当然不需要多兼备 因为进来之后 我们都会给你很好的训练 让你在这两方面都能够同时兼顾 因为我们希望工学院的毕业生 我们提供两个很具体的管道 一个就是继续升学 一个是就业 所以对这两类的人才来讲 我们需要让他理论跟实物都能兼顾的同时 除了说能够有动手的能力 我们也希望在动脑的这个部分 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连结 所以简单的说我觉得好的一个人格特质 基本上就是能喜欢解决问题 喜欢发现问题 喜欢实作 喜欢把产品做出来 我们的学生 他的跨领域的工作 其实这个非常的宽广 但是呢 从公司上面其实是看不太出来的 原因是因为 所有的公司里面的人才 其实也都是多样性的 我举几个我自己比较熟的学生 他们毕业之后的就业的场域 让同学们大概了解一下 让家长们了解一下 我们有毕业生 目前在美国的Google工作 他回来的时候 我当然一同的跟他分享这个荣耀 所以荣耀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他有很好的表现 而不是说这家公司有怎么样的特别 的确他是国际知名的打企业 我们的学生在那里呢就是 一同的开发 参加所谓的Deep Mind 那在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团队里面 那他的所学呢 是他是电子的专长 后来到了美国去留学 在UMC 那这个学校其实也是一个 相当好的一个学校 在这个学校里面 就是所谓的卡内基美农 他修习了有关于光电 和永续经营的相关的学程 可是我就很好奇了 他为什么后来进到了Google 而且是在做深度学习 那他就告诉我说 他在这个长根的时候 被培养的实物动手的能力 所以当他到国外去读书的时候 他就学到了这个跨领域的重要性 因为他在长根 也就是接受到了这样的训练之后 他就参与了一个光电 永续经营的一个团队 做了相关的论文 可是他在那个团队里面 他扮演的角色 是有关于这个城市的撰写 所以其实他的训练呢 非常的多样性 那他进到了公司里面 当然他的工作呢 也就是一个蛮跨领域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有学生在Intel 在所谓的India 那他们在电脑的这个CPU上面 是非常知名的一家公司 那我们有学生 许多的学生 在台湾集体电路 这个TSMC 那也在我们的相关企业 台硕啦南亚等等的 我想这些都是国际的大公司 他们也在那里有很好的表现 不过他们在那里的工作 的确都不是只有单一领域的知识 就可以应付他们工作上 所碰到的问题 当学生们回来的时候 以前是我们在学校 当老师教导他们 可是当他们回到学校的时候 我反而从这个学生的身上 学到了跨领域 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于这个问题 我很多年都在各个高中 去担任所谓的模拟的面试 其实对学生来讲 最常犯的错误大概有几类 第一类呢 就是太过紧张 等一下我会给一些 简单的对应的方法 第二类呢 就是答非所问 这个呢也很要不得 第三呢 就是啊 东张西望 我想这个是 在态度上面 比较明显看到的一些的问题 太过紧张这件事情呢 是可以练习的 我建议 我们的高中生或是家长 不用太担心 在面试的时候 会有发生什么样特殊的情形 我觉得说 大部分的大学老师 其实都蛮慈祥和蔼的 所以 单单这一句话 应该就可以让很多的学生 得作了一些 心情上面的复苏 不过我觉得 因为我们在笔试上 有很多的模拟考 可是在面试上呢 我们几乎没有模拟的机会 那最好 应付这个 不要太紧张呢 就是在家里 或是跟同学 多有练习 有时候在家里呢 就请家长们 把自己当作是 好像大学教授一样 让学生 让你的儿女呢 能够练习练习 练习是有帮助的 当然我也蛮建议 同学们 如果学校 在高中的 就读的学校 如果有提供 模拟面试的机会 尽量不要放弃这样的机会 因为这个模拟 它是有帮助的 那第二个碰到的大问题 是答非所问 如果你是因为问题答 这个不是很清楚 可以很有礼貌的 请口试的老师说 可不可以 请你再把问题问一次 当然我们的诚恳 对我们本身是加分的 也可以让你在问的过程里面 再好好的思想 可能的答案在哪里 但是千万不要答非所问 对你所回答的 可能没有加分 反而扣分 那第三个问题 就是东张西望 东张西望 其实会给老师们觉得 你心不在焉 所以最好尝试着 如果有几个不同的 口试的老师 面试的老师 我们可以轮流的 看看他们 其实老师被你看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会觉得是被你尊重 所以我想这三方面 是态度的部分 那第四个 可能会碰到的 我觉得比较大的错误就是 在那里太过的这个 过度的包装自己的外表 我觉得不是说自然就是美 我要把它改成说 庄重 他对于老师来讲 就觉得被你尊重 也就是我们能够尽量的 这个以清洁整齐整齐为主的 来去应试 那不需要在服装上面 好像要有特殊的表现 我想对于面试的老师来讲 他觉得被尊重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 这个大学生的家长 对于所有家长来讲 我想有三大迷思 第一大迷思 我称作是国立大学的迷思 第二呢 是学系的迷思 第三 是有关于就业的迷思 那当然这三个有它的相关性 我一一的到来 第一个是国立大学的迷思 那所谓的国立大学的迷思 那是长庚大学 工学院所有的科系 他因为是长庚大学 所以都是私立的 那是不是国立的一定比私立好 我这个回答很简单 所有的学生 当他能够有自由选择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对于学生本身来讲 或是对于这个家长来说呢 选择一个合适学生的环境 比进入这个所谓的 某国立大学来讲 应该来的更重要 长庚这个校园 非常的中规中矩 他所进来的学生 四年毕后 毕业之后 所训练出来的人格特质 是非常不同的 他对人 是有很多的互动 他对动手 有具备相关的能力 对于产品的开发 也曾经接受许多的挑战 对于未来的就业 也具备了这个国际竞争力 所以我觉得进到长庚大学的工学院的学生来讲 如果我们以所谓的奥康贝斯来讲 也就是四年之后 他可能会有具备怎样的人格特质来说 长庚大学的工学院 应该是在众多的这个选择当中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那对于这个所谓科系的迷思来讲 是不是某一个科系他一定是最好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是跨领域的时代 所以学生他已经是一个T型的人才 他在他的主轴人才上面来讲 除了深度之外 他还有一定的广度 我想所有的科技发展 他事实上都有一个潮流在的 那以人工智慧大未来来说 长庚大学的工学院 所有的科系 应该都不会在这个时代的潮流当中 被边缘化 所以我想在科系的迷思当中 简短的跟家长们分享 那最后一个迷思就是就业的迷思 是不是国立大学跟私立大学 就一定有在就业上面有这样的区隔 我简单的说明一下 我有许多的学生在台积电工作 那台积电就是我所知道的 对于我们长庚的毕业生 也给非常高度的评价 我想这一个指标的系列 让我们许多的毕业生在那里就业 这个答案已经非常的清楚了 所以如果您的儿女是 刚好他的分数 蛮适合在长庚的这个范围 我坦白的说长庚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的学校 他不仅是在刚刚提到的国立啊 或是科系啦以及就业方面 我相信他在整个大环境 这个大台北的生活圈所提供的一个视野的拓展的机会 对于学生的训任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我也要替长庚工学生说一说 我们学生啊在国际化的参与这个国际化的机会呢 是比起其他的学校来讲 比起其他甚至是顶尖的国立大学来说 我们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这个是跟所谓的国立大学的民思 我想多少是有一点的相关性的 那所谓的分数的排名 这个是在台湾啊特别的严重 事实上我不可否认的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分数的排名 可是呢如果我们看看 美国的东岸跟西岸都有所谓非常好的大学 但是呢同时都有非常好的国立大学 以及私立大学 那为什么在美国行 那在台湾就不能呢 在美国因为他服务员非常广大 他可能因为交通因为住家的关系 所以呢有些学生他可能不会 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 但在台湾因为我们这个地方非常的小 甚至已经是一日生活圈了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的就是 学生是以分数在选田自愿的 但是这么多年的发展下来 我相信社会的社会的氛围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 这个以分数来选田自愿的时代已经过去 那学校的这种排名呢也渐渐在过去 我所谓的渐渐呢 并不是说这件事情是我们认同的 而是呢我们学生跟家长在这样的时代的脉动底下 似乎还没有办法跟上目前 业界他们已经从所谓的学校品牌 科系品牌 进到了所谓的个人特质的品牌 你是一个最好的学校毕业 最这个硬实潮流的科系毕业 都比不上有一个好的人格特质 如果你或是我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我们在应征的时候 你会选择的第一优先条件是什么呢 我告诉你答案是 这个人格的特质 只要他是适合的 当然他又具备有相关的相关的能力 所以相关的能力就是 他只要在跨领域的训练当中 曾经接受过类似的训练 我觉得这都是在人才选项的一部分 所以我要这么说 这个学校的名牌的迷思 或是科系的主流导向 已经渐渐的被这个人才特色 和他的能力专长所取代了 谢谢有看这个影片的每一个同学 韩家长 长庚大学的工学院 事实上我非常的高兴 有许多的同仁 在辅导学生的部分 是非常尽心尽力的 我们每一班都有双导师 也就是学生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都有两位导师可以找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在辅导学生的事实上 是非常尽心尽力的 那在这个环境里面 不是只有我刚刚讲的 伦敦的雾 新竹的风 或是宜兰的雨 那这是外面的气候 事实上我们在这里呢 有很好的研究资源 希望同学们在这里啊 能够有很好成长的四年 那当然我们也期待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从今年开始 2018年 执行的 暑期学程 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目的 是希望 有志一同 愿意投入的学生 能够三年毕业 那三年毕业这件事情 在未来 我们这个学程执行之后 会是一个 在台湾大学端 非常有特色 也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实习 简单的说 欢迎你们 都能够来这边 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谢谢